他和李文露事业线出席化妆品活动 他表示因为近日的内地反应情绪 让他不得不突然取消到内地登台 虽然对自己得了一定损失 但巧合的是正好遇到老公 运动受重伤 复闲在家 让自己可以在家里当一个好老婆 他在打球的时候弄伤了自己 还蛮严重的 所以呢我现在有点像 呃 兼职护士这样去照顾他 对 要扶着他帮他擦药啊 对因为他的伤痕蛮重的 他呃 右边的脚整个皮都 哇一大块的那个肉 呃不见了 蛮很可怕 所以呢我要帮他治疗 帮他医疗 照顾他 前阵子李文客串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的梦想导师 他表示参赛者的实力 强得让自己惊讶 并透露对光头男平安 情有独钟 呃我喜欢的那个呢 我自己很喜欢 呃好几个 那可能特别是平安 因为我觉得他长得真的是 好可爱很乖很乖巧的孩子 我就跟我就跟我老公说 如果有一天要生个孩子的话 我像我希望有一个像他这样子 很乖巧很乖巧的孩子 然后呢他的身线真的很漂亮 非常美 非常喜欢他的身线 凤红视频香港报道